大家好,我是朱章王 今天來聊聊新高雄火車站 高雄市區因地面鐵路的切割屏障阻礙了都市化的發展 導致北高雄與南高雄的往來都需要經過三條主幹道 中華地下道、中伯高架橋、明竹路橋 形成了交通瓶頸、尖峰時段很難不塞車 除了交通的阻隔外 市中心鐵路的占地面積也相當客觀 鐵路地下化後,路面空間就能四處做更有效的運用 除了原本台鐵、左營、高雄、鳳山三站改為地下車站 還在區間增設了七座星站 附設、內圍、古山三塊錯 新增、美術館、民族、科工館及正義站 高雄鐵路捷運化的布區 能讓高雄市的大眾交通網路版圖變得更廣 超爽的! 新色的南北貫通道路 縫合了都市南北的交通 高雄鐵路地下化於2009年6月26日正式動工 第一階段地下化鐵路已經在2018年10月14日切換通車 第二階段高雄車站與地面工程則預計在2023年全速完工 目前工程的重心就在高雄新車站的暫停部分 最開始車站出版的外觀設計收到很多方的反對意見 而後交通部也重新委託荷蘭建築團隊、麥肯諾建築事務所設計 終於提出定各界可以接受的設計方案 可以看出民眾的參與和意見的反應真的很重要 若出版的設計階段沒有公民力量加入 很可能就會是高雄車站今日的樣貌 為了因應南部炙熱的氣候 車站的總體設計以大棚頂籠罩並下化至地下一層 創造出一個涼爽且節能的挑高空間 並有四棟大樓助力其中 目前規劃一棟商業、一棟旅館 另兩棟可能是辦公空間 整體設計充滿了變化帶有流動感 讓我想起奇幻小時候中的巨龜島 背上載有四棟建築 頂篷天花板採用不規則的圓形構造 以奇經天樂宮廣場高掛的燈籠做發想 但看久了天頂圓形紋路 卻讓我想起阿嬤家的經典古早微浴缸 站內空間分配為 B1高雄車站大廳 B2台鐵月台 B3高鐵站預留城 B4捷運月台 頂篷規劃自行車道和散步休閒的活動空間 搭配東西兩側明年兩公里的玉圓道 未來登上頂篷即可遠眺壽山和大路山 另外一方面 日後完工會把日式老車站移回車站的中軸線 引述出新車站環抱著老車站的歷史傳承細分 目前高雄車站施工分成南北區塊兩階段施工 南區塊已經大致完成 剩下北區塊以及四棟大樓 鐵道地下化也完成封頂並鋪上新的路面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 記得訂閱才不會錯過更新喔 我們下回見 See you